暂时离开北京一下 也是为了这个 让我的精子恢复一下活力 这个义军你是可以 你已经生了孩子了 我们可以谈谈这些问题 前一阵新闻你也注意了吗 这雾霾啊 影响这个 男子的精子 就是人类的精子 全球人家研究全球 全球啊 就是说他们就说这个精子啊 本来呢就说这个长得都挺好看 但是因为这个雾霾啊 就这里年这几年啊 我们这个精子啊 是越长越难看 本来你拿显微镜一看 一堆小蝌蚪生龙虎虎 现在这一看一堆歪花烈枣 你知道吗 而且都不爱游动 就是死人活气的 你都弄它 它不动 那就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雾霾有助于计划生育 是吧 他们说呀 为什么这次 人口质量下降了这样 为什么这次国家就说 现在要是满产 那些人口质量下降了这样 那些人口质量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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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张 精子越长越丑 不能全归咎于这个雾霾 张艺某都说那个 那个女演员越来越难找了嘛 对吗 他前些年说挑不着 后来说挑不着都上哪去了 找成一个女演员得几十年吧 这个雾霾好像是最近几年 咱们老习惯从演艺界出发 考虑问题 就是义军 你也是有了一个孩子的人 所以你真可以响应一下 国家号召了吧 再生一个 可以生 我在香港本身来说 没有这个问题嘛 但是不过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有点淡淡的忧伤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本来啊 你说放开耳台 对大家来说 先用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流行语说 叫什么普大喜奔 你听懂吗 普天同庆大快人心 奔走相告 什么 最后是什么 奔 奔走相告 前面 喜 喜闻乐见 奔走相告 但是我就想 因为三十多年前 我就是差不多算第一批 这个这个独生子女 就我爸妈生我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其实还可 就也算是一个临界点上 也他们就是已经说到了 有这个呼吁说不要再生了 快计划 快计划 还没有严格 对吧 叫提唱 提唱晚婚晚役 对 没有严格的规定要罚款之类的 我父母呢 就一响应号召 我一个就我一个弟弟就没了 你看 他是响应号召 他是独生子女 我妈妈响应号召 做光荣母亲 生三个儿子 那个时候 我妈妈那时候 国家号召是 多生都是为国家做贡献 是吗 所以我们是两代人 地区差别 地区差别 其实你那个时候 要是在大城市 已经提倡晚婚晚役了 六几年啊 文革时期嘛 文革时期已经讲晚婚晚役 是吗 对 那我妈骗我妈 她说我小时候 都是为了响应国家 所以你妈叫顶风作案 英雄母亲 说抗美援朝 需要烈士 生一个送一个 啥 那就是河北 那个时候没有雾霾 你爸身体好 所以你的样子也比较好看 没事 但是 现在就是不安定因素 这种 好看好看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你说这种这个政策 因为我们从来都是由上 由上至下 这样一个体制结构嘛 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就会 无论什么样一个政策出来 都是对所谓叫 举国上下大江南北 大家千千万万个家庭 是一代人或几代人 他都会有影响 我今天看那个 就是美国 那个大就是大乡月刊上面 他把这个中国 这个这个计划生育 称作是一项 长达三十多年的 社会试验 结束了 你想我们其实经历了一场社会试验 我们每个人都是试验品 放心 还有新的试验正在开展 对 但是呢 你们没有算小账 我今天那个微信上 他们都在传一个事 我发现 这个事啊 中国人真是反映了咱们中国人民 那叫什么呢 这个这个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呀 看见红灯绕着走啊 就说国家一宣布 可以执行 就可以开始了 他们就算一个账 说假如母亲四十二岁 他的女儿 他的独生女儿 二十一岁 那么他的这个母亲的这个老公啊 不是独生子女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他的母亲再生一个女儿 再生一个孩子 他的女儿就不能生了 对不对 那他女儿就不是独生嘛 对 对吧 所以要协调 再找个男的 不是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是他女儿 先生了一个 之后 他母亲 又可以再生一个 所以 所以以后 听懂没有 我们平常 我们平常都被人叫先生先生嘛 对 先生先生就是指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 将来 以中国人民这种啊 智慧 下有对策的精神 将来会出现大批的 就说外甥领着舅舅买糖吃的 这种情况 出现你知道吗 让女儿先生一个嘛 妈妈再生嘛 先把名额用尽 对啊 所以 所以你就想 我就在想 还有人家说 现在没有一个时间表 各个省市可以自行制定 那 国家说的也不能拖得太久 对 然后说 但是说你这个 如果在他政策正式出台之前 生还要被罚至什么 至少33万 那你要是现在你怀孕了 你还得指着肚子说 孩子你千万得等到政策出台的那一天 哎呦 是以出生那天算起的 应该是对对对 那但是地方政府损失很多钱呢 对 所以这就是所谓出动利益 这非常大的数量 不过我看他们总的数据并不高 他们估计说 他们说现在中国人口是13点几亿嘛 说每年出生的新生儿就得1500万 但是现在是叫单独二胎 只有你当中一个才 就是然后他们算下来说 如果放开了这个单独二胎以后呢 会增加100万到200万 就是大概1700万这样 真的 那如果是中国现在是1500万一年出生率 那说明这个伟大的社会实验 真是很有效果 那就等于1%多一点 就中国的人口出生率 只有不到2% 你想13亿人 他是不是指新增的 还是真的整个的 新增啊 新增的婴儿啊 就是说你的出生率啊 出生率 我们又讲人口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就更低了 因为还有很多老的没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控制的真是厉害 但也可能是那个雾霾比较强大 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雾霾的作用 那真是为社会做很大的牺牲啊 这个贡献的 是吧 而且当然我比较关心的是 他们讲就还是一个男女人口比例的一个问题 说是2030年会有3000万光棍 3000万到4000万 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精子比卵子多 你知道吗 所有过去传说的 我想投奔的那些国家 后来我研究查实了 都没有那么回事 说好比说 你知道那个越南新娘吗 对 现在不都在游购 不是不是游购 团购了现在 团团团购 外交部警告了 说这个涉嫌违法吗 越南新娘 说越南这个为什么女的多吗 都说一般的传说都是说越战 所以严重的女多男少 所以咱们他在新娘输出吗 可是我查哪有人越南光棍都闹饥荒的 越南到2030年也会出现400万光棍 现在越南男的就比女的多 我们是在抢人家的老婆 你知道吗 人家女的是为了美好生活 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可以这样逛 也可以这样逛 你可以买这个 也可以买这个 云商苏宁融合线上线下 创新购物体验 云苏宁购物界 刚才去广告的时候 咱们义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科学猜想 我觉得很值得讨论 就义军说啊 我能公开吗 他说是不是精子游得快就生男的 我是有这种说法的 精子游得慢就生女的 就是他刺破卵子的速度决定了男女 有这样一种说法 我们是刺刀啊 刺破卵子的速度 对啊 就是 这些科学知识 完了 我觉得从哪本没有书上 不是 你为什么会认为游的速度决定性别呢 我 我是看到有这样的说法 亲爱的 游的速度决定能不能生孩子 决定有没有你 甭管男女都得速度 就是 在有速度的当中 还有跑得快的 跑得慢的 跑得慢的 第二名都没戏了 这只能有第一名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 完了 因为你连这 你还生孩子 骨子里 骨子里你还是有重男轻女的情形 你看他骨子里重男轻女 不是 你把强壮的精子比做是男的 对不对 不是 而且他根本没那么明白情况 不可能有俩精子进去 所以母亲家大夫需要知道 这个原理是什么 对 不是 可能有俩精子进去 就是那种有双胞胎的情况 那是少数的 大多数情况下 你知道这个 这个就说啊 这个无数个精子 按照健康的情况啊 风里一样的往前游啊 而且 事实上这个精子啊 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兵团 有的精子 不是 几百万是吧 不是 有的精子 不是用作受孕的 有的精子长的形状 就跟一个钳子一样 拦截的 你知道吗 有拦截的 有掩护的 哗 又往前跑的 有专门跑的 跑最前面 一孙杨一流降 我每次看到这个 我每次看到这个情况 我就觉得真是悲壮而壮观 你知道吗 无数的过去之后 好几个就在那钻 你刚刚说你每次见到这个情况 想象 没有 有那纪录片 纪录片拍的 你一起钻呢 但是你知道女人 女人就是这么奇怪 哗一个钻进去了 她啪一下 封闭了 所有的都进不去了 全白费了 全浪费 生命就是浪费 全浪费了 然后那一个进去的 可能生男的 可能生女的 你说 你说这个生物性 是不是真的还是 决定人类的行为方式 比方女的 她爱上了一个人了 她就会自动的把 别的追求者 她不想 她就把她关掉了 对不对 徐老师说的是 你们家 二十年代的妇女 那个张爱玲不是说 身体和心理 要放在同一个地方 才安全 所以说 你觉得这是二十年 我觉得这好像 今天也是的吧 但是今天的是 放一会儿 开一会儿 没错 一次可能放一个 我们要相对来说 男女来说 相对来说 就是说男的 比方说她怕 有一个人非常喜欢她了 但她不会那么严密的 把其他的关掉 而女的关的程度 会比较 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你看 生理性跟社会性 是有相关的 但是我觉得 90后的女孩 很多不是这样 她们我觉得 玩的 来着不去 现在有这个微信 你知道吗 我根本 我就不行 我有时候 我作为一个 这个什么 一个老男人 一个不是 一个守旧的男人 我觉得我没法 用这个微信 跟这个女的 在这干嘛 调情 因为你知道吗 我清清楚楚的知道 你只是她的办公 你只是她的应付对象之一 你不是守旧 你还是自身心太强 她那个同时 不是 所以我认为 今天人的感情 也就薄了 也贪薄了 她同时啊 跟四五个男的 在一个 你比如说这一个小时 这姑娘 没别的事了 玩玩吧 她同时跟这四五个 有可能的男的 在这弄 那完全有可能的 十五个 一个都没进去 对 她还在选择呢 或者呢 有一个进去了吧 扎得还不太深 她另外几个安抚一下 安抚一下 这事儿没深浅 进去了就是进去了 你们家在分深浅的 深的能深啊 还是浅的能深啊 我为什么想到 这个90后很多东西 包括你讲这个独生子女 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不一样啊 我最想起那个余敏红啊 就所谓成功人士嘛 就是都拍了电影了嘛 都争够合伙人嘛 他最近有个讲话 他就说 这个 他发现啊 90后的老虎屁股摸不得 他说我在公司里啊 他说这个70后的 像我们这个岁数的 老板批评你啊 都很有这个耐受性啊 就接受 然后肯干 他说90后的 你不能批评他 你批评他第二天辞职了 哭哭闹闹就不干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独生子女啊 你的这个 所以他的理论就是说 多子女的家庭的孩子 有承受力 他知道一个鸡腿 不可能全是我的 而且懂得 谦让 就像余敏红自己也说 他说 我就是 宁做牛后 不做鸡头 宁做牛尾啊 不做鸡头 他说因为我觉得 跟更强的人 跟在他后边 对我有好处 所以你看 他没想做牛头 他想做牛后 结果他也确实 做成了牛叉 是吧 很牛掰嘛 他这个事业 但是你觉得 他对独生子女的 这个评价 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 是独生子女啊 但我也是一个 守旧的独生子女 但是所以 我倒没有觉得 好像我就是会 特别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把妈妈 会很宠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也没什么好宠的 但现在 我就觉得 从801年代开始 其实你看很多的报道 就都在讲 什么中国小皇帝啊 什么的 那所以这个方开尔台 我估计将来 对这个中国家庭的教育 中国人的这种 精神世界里面 有很多东西 会改 就会改变掉 不是有一个 这个俗语吗 说是一个孩子看书养 两个孩子随便养 三个孩子当猪养 就是放了 就相对来说 你这个管教方式 会比较粗糙一点 不会供着了 我反正有的那个朋友啊 就就家境也非常好的 他这个夫妻啊 是台湾人 他可以多要孩子嘛 但是他就决定 要一个孩子 你看他想着他嘛 他总觉得 现在我们今天的人呢 比我们以前的人 要忙很多 就是生活节奏 也快很多 他就觉得 我只要一个孩子啊 我的爱啊 我能够跟孩子 相处的时间呢 就能够比较多的 就都在他一个身上 如果有两个呢 他就觉得要 又贪薄了 他就不喜欢 所以他是 自主的选择 就要一个 我觉得应该要两个 怎么讲 我觉得最理想是两个 因为一个的话 你两个对一个 父母对一个小孩啊 就不公平啊 你太多的能量放上去了 有两个小孩 就是有兄弟姐妹 比较容易将来 在社会上生活 这个当然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假设 我们现在都把很多 社会问题 年轻人的问题 归咎于独胎 单一的这个政策 那很快过些年 我们会看到 这个情况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不一定都是 但是就 就个人来说 我觉得 好像是两个 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就是 父母的爱 可能是贪薄了一点 但是他们相互之间 会去学会爱 对 也会学会恨 或者就是相互之间的 这种作用 要不然你 你一个家庭 跟一个社会的差距太大 你有兄弟姐妹 你这个家庭 跟社会的差距 没有那么大 你是单独的一个人 你在家里 你一切是你中心嘛 父母就对着你嘛 所以你将来出去以后 个个都是 我觉得不好 但是我只是担心 就是说 中国的事情啊 说一它会变成二 说二会变成三 现在很多人已经说 目前这个政策 是走向 全部放开的 一个中间步骤 而中国人口 能不能全部放开 中国的计划生育 这个国字还要不要 这个其实是 是需要思考 这个到时候产生后果 对经济 对对民生 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 你是你是来不及的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一步一步来的 我相信上面 应该会有一些数据 因为实际上 我们现在生活中 碰到的人 你要是农村来的 新的农民工啊 从乡村来的 包括现在什么留守儿童啊 在乡村 现在很多人关心 父母在外面打工 他们在乡下读书的 没有一态的 基本上都是有兄弟姐妹的 甚至有三个的 所以我觉得 他们算出来的 这个会增加 一百万到两百万 这个数据 其实基本上考虑的是 城里人 就是像这样 如果像你们这样 如果在上海北京 你本来一个 你就算了 现在政策可以了 在什么身了 对不对啊 这个雾霾天气 什么什么 至于在 我觉得在农村 同样这个年龄 他们这个问题更不存在 他们就是罚款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 就是将来可以不必罚款了 而且就是城里的 就是其实 慢慢大城市里的 他因为生活负担 种种原因 你不让他生两个 他也生一个 你世界上很多国家 没有这些限制 可是人口还是负责的 都不生了 对 这精子都不油了 我跟你说 油的速度啊 不是我们说相对来说 不是不是不油 法国的精子 油的特别快 都油到塞纳盒里 就是我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油 精子油的速度 不能决定性别 但是油的慢的 连命都没有 可能不是同一批 它是 还分波呢 明儿还一波呢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温暖 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其实你说一个 刚才义军也问我 他说你觉得有兄弟姐妹的好 还是一个好 我说我们互相都不能回答 对方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这个体会 可是我又老觉得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比如说家庭不幸怎么怎么样 奥巴马家庭也很不幸 又离婚又干嘛的 或者说是独生子女 还是什么几生子女 兄弟子女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 就上次他们讲 就是一些孩子怎么着 自杀的时候 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也得皮实一点 就是就是说 什么叫皮 神经大条 受抗压能力 我们今天的社会 其实是越来越细腻了 越来越关怀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冒出来无数个 科学家 专家 心理学家 儿童教育学家 他们制造了很多舆论 比如说 独生子女 你就怎么怎么着 然后离了婚的孩子 他就怎么不幸了 那个就怎么怎么不幸 好 什么都有你们的说 但是有些悲剧 也许是你们说本身造成的 就我就说 要是皮实一点的话 什么样的孩子 也可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就三个孩子当猪眼 对 一个独生子女 也并不必然的 就是孤僻 或者是小皇帝 对吧 这个因为因人而异 我觉得谁跟谁都不一样 是不是 问独生子女的女儿 说 想不想有个弟弟 女儿就会说 最好有个哥哥 想被保护 人性都是自私的 然后你问男的 如果是个独生子女 是个儿子的话呢 那想要个妹妹 他没说要个姐姐 没错 但是你知道到2030年 我们有三千万 姐姐妹妹都没有 我觉得人口比例失衡 才是一个问题 但是又有个好处 这样的话 现在你如果 那个生二胎的话 第一胎如果生的是女孩 这个父母的压力 相对会小一些 有的人 你就那么一次机会 你一生生生出来 是个女孩 有的人会不太高兴 但是现在来说 他会没有这个想法了 说我第一个一定 不要或者怎么样 现在你这个女 这个第一胎 如果是女孩 可以被保存下来 你知道过去有个说法 多一些女的留下来 是吧 现在问题真的 我们要怎么样 能多生一些女的 这是我现在 特别着急的问题 因为哪儿都是男比女 多 你觉得 我问他非常感受到 这个问题 就这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